你是否莫名其妙的郁闷过 感觉周围的傻子无法理解自己 世界一点都不可爱 年纪轻轻的丽莎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家里的傻爹和汉哥儿看起来有用不完的劲 总能为一些无聊的贪真喜悟弄着迷 妈妈说直杯蛋糕只剩下两个 你们三当中要有一人放弃 侯莫和巴特正想为这事干一下 丽莎却主动放弃 一个破蛋糕也不会让我高兴起来 丽莎在学校的乐队里吹萨克斯 她的能力领先同对孩子几个大气层 其他人还在学习两只老虎 丽莎已经吹起了白鸟嘲讽和蓝钓 鹤里鸡群是鸡的悲哀 也是鹤的不幸 约队老师严厉批评了丽莎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 两只老虎才是正义 小小年纪她已经开始伤春悲秋 别人都在开心的干饭 丽莎却觉着午餐时间 就像是牲口被赶到一起进食的仪式 她瞧不起小学生的活动 却不能在各种活动中置身事外 当人开始深入的思考 她的快乐就不再那么简单 不像巴特跟她爹 每天乐此不疲的用游戏机决胜负 当爹的从没有赢过儿子 几乎从没有撑过第一回合 男人至死都是个少年吧 丽莎的负面情绪引起校方领导关注 给家里带来了小超 说她因为悲伤拒绝集体活动 侯莫不懂 她在丽莎的眼中看不到泪水 她对于悲伤的理解肤浅的就像猴子 丽莎说你不会明白的 不要勉强自己了 但侯莫强烈要求试一下 丽莎也将就说一下吧 我感觉什么都没有意义 我不存在也没什么区别 这个世界有太多痛苦 但我们又无能为力 侯莫能给的并不多 丽莎心领了 妈妈劝她洗个澡睡觉 孩子上楼吹起了萨克斯 这孩子打小就爱搞艺术 而忧伤是艺术家的必备气质 撕心裂飞的萨克斯 让楼下的侯莫不能转心打拳 跟那些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家长不同 侯莫希望自己能过得舒坦一些 她上楼敲开房门 说孩子别练了 爸爸要打游戏 孩子默默流泪 侯莫妥协了 那你接着练吧 丽莎也妥协了 那我按一回按钮吧 安静下来 窗外竟然也传来萨克斯想 是她熟悉的蓝调 丽莎沿着窗户出去 想要找到这个人 浩月如盘 桥边坐着个秃头的流浪汉 她的音乐充满了故事 她比丽莎更加了解孤独 艺术之路总是孤独的 和群往往也意味着平庸 两人以前会有 你吹我唱 音乐跨越年龄 直抵心灵 丽莎唱出了心中所想 我有个凡人的哥哥 爸爸也一言难尽 他应该住在动物园 妈妈把最后的蛋糕给了他们 唱完之后 丽莎并没有感觉舒服点 大叔说 蓝调音乐就是让人更难过的 然后顺便赚点钱 妈妈在家找不到孩子 直接冲到这里 当面递死了 这个大半夜不睡觉的流浪汉 让丽莎不要跟玩蓝调的怪人玩耍 丽莎更加落寞 能理解自己的 只是别人眼中的怪人 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是个怪人 对于女儿 红墨给不了细腻的关心 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拳击游戏 想在游戏中翻身 就只能报个培训班 培训费就是游戏厅的一堆币 红墨找到拳击游戏的王者 红毛小子 真诚的拜师学艺 红毛小子收徒的规矩很简单 学一声狗叫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红毛自叫的是不耻下问 红毛小子传授了一些格斗的小技巧 然后就被妈妈提着耳朵带出了游戏厅 游戏历的王者也不得不对现实低下头 马基今天要送丽莎去乐队排练 看着闷闷不乐的孩子 她想到了妈妈说过的话 心里想的并不重要 表现出来的更重要 她希望丽莎今天能保持微笑 只要你装的够认真 也许大脑就信了 别人也会感觉到更加喜欢你的 丽莎为了照顾妈妈的心情 强颜欢笑 假笑妹妹上线 学校的孩子们果然变得友好起来 邀请她放学后来家里帮自己写作业 老师看到孩子也正常了 说今天不能再搞昨天那种突发奇想的表演哦 丽莎面带微笑 统统答应了 马基越想越不对劲 孩子本来与众不同 这简直是强迫她沦为平庸 她怒踩油门抓走了丽莎 在车上郑重的道歉 说孩子我错了 你想悲伤就悲伤 不必迎合他人而笑 我会多笑一笑 把你那一份也笑了 但无论怎样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OK妈 丽莎这事真的笑了 发自内心的笑 不一定需要理解 它是超越理解的存在 正因为此 爱才会让人产生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 身后有着无论理解与否 都饱含爱意的家人 今天的吼莫打起游戏来 像是变了个人 几乎是吊打巴特 眼看就要完成职业生涯的首胜 归来的马基直接拔掉插头 说有重要事情宣布 鬼经鬼经的巴特知道吼莫变了 他趁其宣布 自己永久退出玄机游戏圈 吼莫抱头痛哭 我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哈 人间不会清醒 满是悲欢哀怨度 每一颗的心情都是真实 我们或许不该逃避 丽莎带上家人去看大叔的表演 吐头大叔说 这首歌是他朋友创作的 悲伤的蓝调在酒吧蔓延 大叔缓缓开口 我有个讨厌的哥哥 妈妈把最后的蛋糕给了别人 要说那个爹吧 他应该住在动物园 人类的悲欢不能相通 即便是看着长大的孩子 也会出现很多 父母无法理解的情况 如果你强行把他 拉回自己的世界观里 他只会觉得得不到理解 感到愈发的孤独 童年的孤独会带来一种不安全感 这种情绪可能会如影随形 一生都无法摆脱 幸福的家庭之所以幸福 是因为他们更多的宿主与爱 爱是超越理解的存在 足够尊重个体的差异化 能让孩子的内心有富足的安全感 做起事来会更加从容自信 这才是富养的真正意义 等孩子长大后自然会明白 人本质都是孤独的 大家无不这么活着 就像生活里的诸多情绪 你不能消灭它 只能跟它和解 但和解所需要的信心和从容 却是整个成长过程的点滴积累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